頂著大太陽第二批的華航員工 在停車場大排長龍 準備繼續進行PCR採檢 今天又經傳一名 沒有被匡列的同仁確診 眾人相當恐慌 華航後運站首例確診者 他左右兩側和坐後面的同事 由於有面對面接觸 超過15分鐘以上 或共同用餐而被匡列 這名新在案例 就坐在確診者的對面 第一時間卻沒有被匡列隔離 把握上午還跟其他同事 借衛生紙讓大家都很擔心 可能家人其實都蠻擔心的 還是彈客不安 對啊對啊 他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 防航後運站首例確診員工 足跡疫調出爐 除了工作場域 還去過桃園的重新皮鞋醫院 以及花麻洗濁管 這兩個足跡的近距離接觸的 我們全部都採檢 都是陰性 鄭文燦雖然已在強調 都有擴大匡列 但現在又爆出行責確診 坐在確診者對面的同仁 因為沒有被匡列 而成了陸網之魚 防疫形同作版套 公司同仁現在緊張不已 希望市府除了PCR採檢外 能確實擴大匡列隔離 以免確診同事一個 接著一個出現 記者劉志展 蔡宇山 桃園 測訪報導